夏天到了 很多人會從冰箱裡頭 拿出冰涼的飲料 但是拿出來之後 打開之後喝了一口 就把它放在旁邊 其實細菌會不斷的滋生 如果要繼續喝就放髒 因為隨時還要再開冰箱 什麼的麻煩 拿去冰箱冰吧 但喝過的飲料放在室溫下 隔一天細菌量可以繁殖8000倍 其中又已含糖分 蛋白質的飲料最危險 如果人喝完的話 就是在兩個小時內進行 日本就有節目拿水 綠茶 麦茶 柳橙汁 咖啡 牛奶和可樂測試 分別都只喝一口 在室溫28度 濕度70%的環境 靜置24個小時 原本金黃色葡萄球菌 大約都在600個左右 但24小時過後 含糖量高的可樂 細菌量增加到249萬個 有食物中毒風險 含菌量冠軍是咖啡牛奶 飆到517萬多個 但綠茶沒增反降 因為含有兒茶素 降到490個 室溫下細菌就會開始 比較慢慢去滋生 再加上我們那些含糖飲料 含有比較過度的糖分 碳水化合物 或是一些蛋白質 有利於細菌去分解 幫助他們的滋生 根據食藥署的資料 每毫升飲料超過10萬個 金黃色葡萄球菌 就可能引發食物中毒 換句話說 放室溫的隔夜飲料 很容易就超標 最好擺進冰箱裡 免得讓飲料杯成為 細菌溫蟲 記者 張道成 進入台北 菜坊報導